场景营销系统一定是帮助我们门店去提升产值 转化项目 提高技师的开口率 同时呢降低销售人员的沟通难度 当我们专业性的表达吃主听不明白听不懂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借助营销工具 能让吃主更好的去接受我们的产品和项目 来解决吃主的认知 营销道具是我们跟吃主的一个沟通工具和一个交流的工具 提高我们门店技师和销售的开口率 你只有有了开口率才会有成交率 通过营销系统的道具来提高我们门店的氛围和档次 同时呢提升我们门店营销能力和客户认知的专业度 我们门店的产品和项目是比较多的 那通过营销系统的工具呢 帮我们去更好的转化产品和项目 车主接受度高了 我们的产值自然也就会做一个快速的提升了 当我们有了营销系统工具之后 我们如何能把营销去做好 营销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思维框架 知道先讲什么再讲什么 讲给谁的 营销我们是跟我们门店的车主 或者是跟我们的客户来做沟通 那我们一定要去换位思考 一定是站在车主的角度 如果你讲的过于专业 那车主呢可能会听不懂 所以呢我们要换位思考一下 车主能听得懂一种方式 第一个是讲原理 当我们在跟车主 在跟他沟通一些项目 或者是产品的时候 能不能用最快速 最直接的语言告诉给车主 车辆为什么去保养 或者去维护 为什么去更换 让车主能简单一懂 就听懂了车 为什么去保养这个项目 或者是为什么去升红这个项目了 我们现在门店 车主年轻化比较多 最早的原来我们一些老司机 老师傅 以现在这种年轻化为主了 那年轻化呢 当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 他比较显 喜欢 简单 直观 通俗一种方式 能几句话 就给他讲明白的 其实跟车主的沟通 不在于你说了多少 而是你能说到重点 他一听就明白了 我们可以做个练习 从你原来跟车主沟通 你可能需要一分钟 或者是两分钟 或者是需要讲十句话 才能说明白的问题 那我们呢 可以通过练习 缩短到八句话 四句话 也就是提高 我们跟车主的沟通效率 第二个 当我们再去跟车主沟通 他吃了那些问题 或者是我们需要更换的项目 或者他吃了个故障点的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两到三个点 就让车主知道危害在哪 影响在哪 故障点只要能讲的明白 讲得透 车主理解就可以 故障点不需要说太多 通过营销道具 快速的几个故障 一演示 车主就明白危害和影响 第三个 我们一定要借用比喻 因为车主 他对车构造和概念和结构 他是不了解的 那我们当跟他在说 换某一个东西配件 或者在做一些某些项目清洗的时候呢 那车主他没有修过车 他很难理解 你所说的一些地方或者是部位 那我们呢 可以借助一个比喻 比如说 我之前在很多的这种培训视频讲到 积碳 我们可以比喻 像烧水 会产生水垢 像沙热片 我们可以比喻 红绿灯 喷油嘴 燃油系统清洗 我们可以比喻 洗澡用的花洒 那车主呢 能和他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喻呢 车主他就比较好理解了 同时呢 吃主他能听明白你讲的是哪一个事情 第四 讲实力 就是我们之间会遇到很多车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或者同样的项目 那我们之间的可以把这个视频拍下来 我就是通过我们之间来见证 我已经见证了很多车主会出现这种问题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视频 当我们需要再跟另一个车主去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打开手机让他看一下 哎大哥 或者是李总赵总 您看一下 这个车已经出现这么多问题了 或者是我们很多车都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那我们的车呢 也可能会存在同样的故障 或者是会存在这种隐患 那我已经做了很多的见证了 这样呢 车主的幸福感比较强 第五个 当我们在跟车主沟通 在做营销的时候 一定要侧重于车主的体验 让车主自己去动手 按一下 踩一下 或者是去触摸一下 这样呢 车主的体验感比较强 侧重于车主自己亲身的体验 自己去动手的体验 他的印象是最深刻的 第六个 我们一定要做好善意的提醒 我们车辆有很多项目 车主可能会回旋你 他不一定当时做 可能车主输到最多的话 等一等吧 下次吧 等我再过来吧 不需要 其实车主呢 它是一种回绝的方式 那我们再跟车主 在做一些项目 或者是产品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跟车主 做一个善意的提醒 比如说我们可能跟他讲 您的车该清积碳了 就是说不需要清 下一次吧 那我们可以跟车主 老师您的车 或者是李总赵总 您的车最近 都跑下高速 速度一快 温度一高 有利于积碳的排出 但是不能绝对去排出来 所以像您的车 平常都可以跑下高速 或者是多加下高标号的机油 或者是另一种 李总赵总 您看您的杀片比较薄了 您最近开车的时候 不要急踩刹车 不要急爬坡 或者是不要下坡路 这样是因为你的刹车 制动性能比较差了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是在干嘛 是点车主 在客户的心里 去种上一个种子 就因为我们平常去医院 医生经常跟我们讲 最近少喝酒 少熬夜 少玩手机 我没可能在跟朋友 在喝酒的时候 突然会想到 医生提醒我 让我少喝酒来着 车主也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一定要是 在车主的内心当中 去种上一个种子 同时去给他做一个 善意的提醒 针对于沟通的六个点 我们如何站在车主的角度 思维去跟他沟通呢 我给大家去做一个演练 就以节气门为例 李总 您知道您平常踩油门 踩的是哪吗 其实我们踩油门 是踩的一个节气门 踩的不是油箱 这个节气门 就类似于一个 节流气体的阀门 就跟我们平常的 水龙头开关是一样的 那这个节气门 实验长了之后呢 空气当中的很多尘土 杂质 或者发动机 我们高温产生的 飞气油 会经过这个 节气门翻板的部位 实验长之后呢 可能会导致 再速抖动 忽悠 再速忽高忽低 或者是我们 油门灵敏度下降的现象 您可以踩下 我们这个油门踏板 您体验一下 您看一下 您踩这个油门踏板 踩动的就是我们 这个节气门翻板 您看到我们 节气门翻板 这上面这些积碳和杂质了吗 这个呢 就是引起我们 带速抖动的 这么一个现象 我们可以拿出手机来 一路你看 我们现在很多车 已经洗了很多节气门 而且你看 这个节气门的 积碳会比较多 它呢 会引起我们的 带速抖动 发动机的 工作状态不好 有可能还会引起 您的油耗偏高 像您这种情况 可以平常多跑下高速 或者是 击踩油门 会有利于积碳的排出 能有一部分减缓 可能我们跟吃主 也讲完了 也沟通完了 吃主需不需要买单 可能车主还是那样 等一等吧 下次吧 所以说 当我们在跟车主 沟通完了之后 他有了体验 他有了认知 车辆的问题 不在当下发生 就会在以后发生 可能这次他没有去做 也没有去施工 问题总有会出现的那一天 当他一旦出现 带速抖动 或者是带速忽高忽低的时候 他就会想到 之前这个门店的小张 小李 或者是那个科夫经理 跟我讲过 这个带速 还真的会出现这种现象了 那吃主的认可度比较高了 那我们门店 很多其他的项目的 能更好地去转化了 第二个核心点 我们在跟吃主 沟通交流的时候 有没有技巧 是有的 这里边呢 重点是我们如何去动起来 那第一个呢 就是眼神 你要会互动 因为你通过眼神呢 你有可以观察到吃主 有没有再去聚焦 有没有再去听 有没有再去了解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的手势 要会要去 要会动 那为什么我们要有手势呢 因为我们摆了很多的道具 那吃主呢 因为他对吃的构造不了解 当你给他说的轴头 我们刹车当中的轴头 如果你没有手势 让他去看的话 他不知道轴头在哪 或者长什么样 就跟我们很多吃的鸡探也是一样 如果说你没有用手势引导 这个是我们的鸡探的部位 这个是我们节气门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油门踏板 所以你一定要有手势的引导 他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点 要讲的是哪个地方 我们要是有手势的引导 那同时呢 我们通过手势呢 引导吃主的思维的方式去走 那第三个呢 就表情会观察 这个观察是动场 就你发现吃主有没有变化 眼神或者表情有没有变化 那吃主对这个感不感兴趣 那我们要自己呢 做一个随时的一个调整 那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要会抛问题 可以问 李总 您知道您的车跑三万公里的时候 您的车能烧多少吨汽油吗 李总 您平常开车时候闯红灯吗 李总 您知道你平常踩油门 踩的是哪个地方吗 我们可以抛写问题 来让车主去回答 这样是呢 能有个更好的一个互动性 那另一个呢 可能吃主呢 也会回应我们 或者回答我们 哎 这个积碳是不是就跟什么什么什么 是一样的呀 可能会有一些 在我们的专心角度呢 可能会回答一下错误 或者吃主讲的不对 那吃主不管讲的是什么 那我们都会有个肯定的回答 哎 李总 您说的也对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有个但是的词 但是呢 是回到我们的一个主题和中心思想来 不管客户说什么 不要被客户的思维带跑偏 所以呢 但是呢 我们的车怎么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再回到我们要讲的 比如说积碳的项目 或者是刹车的项目 或者是除碳的项目 所以我们一定要 我以我们的中心思想为主 可以通过但是俩词 再回到过来 或者再绕过来 绕到我们的一个主题上来 那第六个呢 就是语言大白话 就你讲的话 一定要讲人话 人话是人人能听得懂的话 车主能听得懂的话 你给他说完之后 他就明白了 针对于营销的六个点 我们门店也可以自己去练习 啊 一个扮演销售 一个扮演车主 自己内部来做一个 一比一的一个演练 在我们门店营销系统当中呢 可能我们门店已经装上 我们系统型的营销工具了 这其中呢 有两个点 一个是主动和互动 互动呢 是指车主可能对我们 门店在接待和客户区 装的这个营销系统呢 他对新奇特的东西 他比较好奇 车主呢 可能会自己去主动的去了解 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个是什么部位 那当车主主动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会懂得去互动 车主可能在这想了解 这个刹车是什么 或者这个燃油是什么 这个除弹是什么 那我们接待和机师呢 可以主动的去跟车主去聊 哎 李总 您的车跑多少公里了 您的车最近现在开着怎么样 就是我们不要让车主去抵触 不要用推销的方式 当车主主动的时候 我们要懂得去互动 那第二个呢 是我没主动 就是车主 他的车已经出现这种故障 这种现象 或者他需要清积碳 他需要更换杀热片 或者他需要更换杀油 需要我们去跟车主去讲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引导车主 李总 您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刹车 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比如刹车片 或者您刹车油 要更换了 我们可以引导到 我们的一个展台的部位 这个呢 是需要我们主动去引导到车主 一个展台的部位 我们来去跟他去讲解的 不管是营销的思维 还是营销的技巧 还是营销的方式 我们要明白什么是营销 营销一定是突破客户的认知和常识 让客户知道 哦 原来保养是这样的 哦 原来积碳在这儿 原来刹车会产生这么一个问题 让车主呢 有一个醍醐灌顶 瞬间领悟的一种方式 同时呢 能更有效的去转化 我们煤店的产品和项目 我们下期再见